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可以通过email提供解答 下面我们这里讲到的是关于公派的访问学者和学生怎样办绿卡 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的教育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入 所以相应的也有更多的公派的学者 以及出国来读学位的公派的留学生 比如说这个CSC 叫这个留学基金委 那么这样公派的学生学者 他们办绿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呢 有什么不同呢 除了我们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还有专栏文章 从这万签证到绿卡 在我们文章里面呢 有详细的解答 这样大家可以参考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在移民专栏的其他的文章 还有YouTube视频和微信公众号 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们在这里呢 根据大家的问题再详细讲一下 首先呢 大家知道旅卡申请 一般来说分成两步 第一步是140 第二步是485 区别在什么呢 140是决定你是否有资格拿到美国旅卡 485呢 是一个背景调查 说这个人有没有犯罪记录啊 是不是间谍啊 有没有过去曾经违反移民法的记录啊 等等 所以呢 485主要是一个填表 日常的文件处理阶段 但是需要有 如果人在美国呢 要办485 如果人在美国以外 比如在中国呢 可以办移民签证 完成后续步骤 那么前面这个140步骤呢 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申请 所以如果你现在拿这签证 还没有取得豁免 还没有开始办豁免 或者担心可能无法取得豁免 没有关系 你仍然可以申请140 那么我为什么要申请140 什么好处呢 140批准呢 就是说美国政府承认这个人有资格拿到绿卡 但是呢 考虑到有绿卡名额啊 还僧多周韶啊 这个排期问题 还有背景调查问题 从140取得这个资质 到实际拿到绿卡 往往还要好几年的时间 那么你已经知道了140批准了 那么你就是知道呢 早晚能够拿到绿卡 接下来如果在美国可以用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等等留在美国生活工作 如果要离开美国呢 比如说在中国待几年 完成了服务期的要求 然后可以继续办移民签证回到美国 或者呢 有的人说如果也是原来公派的 如果要和原来的单位结清关系 还有一些顾虑 那么在140批准以后呢 可以更好的选择下一步的方向 可以更好的做出决定 那么我现在如果是拿这签证 我作为一个访问学者 是应当先办这万货免啊 还是延期啊 还是先办140的申请啊 哪一个都可以 这个呢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请参见我们文章 从这万签证到绿卡 说的比较详细 然后呢 那结合你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还是不确定呢 可以把信息发给我们 可以相应的讨论 并且为申请人保密 那么像前面说到呢 现在有更多来自政府资助的 比如CSC 拿这签证的人员 那么他们能不能豁免呢 怎样拿到绿卡呢 前面说到绿卡申请分成两步 只有到后面 485或者移民签证 批准办理 以前呢你才需要完成这万的两年服务期 或者豁免 豁免的呢就是这两年服务期的要求 如果不能豁免呢 只要回到中国服务两年 那么如果是留学基金委的呢 这个我们最近呢 请教了使馆的工作人员 说这个政策是怎样的 那么总体来说 现在的政策呢 比以前更加宽松 最近并没有政策的改变 原则上说 拿这签证在美国的呢 都可以得到豁免 但是呢你要节清关系 比如说 如果你原来接受了 来自中国政府的资金 需要相用的偿还 然后呢得到留学基金委的 这么一个文件 那么你要不要原单位出具的文件呢 这个因人而异 如果你是由单位直接派出的 比如还有工资啊 住房啊 福利啊 等等这些关系 那么一般来说呢 需要和原单位接清关系 如果是通过留学基金委 等等机构啊 派出的 比如有的人 原来还是学生 在中国没有工作过 但是呢是工派出国留学的 那么也就无所谓 所谓的原单位 那么一般来说呢 和基金委接清关系就可以 那怎么证明接清关系呢 这个一般来说 你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文件 就可以啊 可以联系基金委等等 取得更多的信息 但是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了 我们坦率的说呢 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有一些申请人呢 是体制内的啊 比如因为各种原因呢 不方便让中国的工作单位知道说 我在办理绿卡 那办这绿卡呢 很多时候也是为了孩子 可以在美国生活 工作 学习 但是呢 孩子还很年轻 那自己不能作为主体来办绿卡 需要由父母出面 给孩子一起拿到绿卡 而父母呢 考虑可能还要回中国 至少工作一段时间 也许长期工作下去 那么这样能不能办呢 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具体怎样操作呢 比如说 父母呢 可以作为主申请人 来提交 这个EB1 或者NIW的绿卡申请 然后呢 如果批准以后呢 也可以达到全家移民的效果 带上孩子 一起来移民 那么如果你的这签证不能豁免呢 也没有关系 大家知道 现在EB1 NIW 这些类别绿卡 也要排期 从你开始申请 到拿到绿卡 本来可能也要 两三年 三四年 这样的时间 那么这中间呢 你先提交了申请 哪怕离开美国 你的这个申请批准 仍然有效 然后你回到中国 比如工作两年 这不就满足了 两年服务期的要求了吗 然后呢 你或者用别的签证 回到美国 完成绿卡申请 或者办移民签证 也可以 那么我回到中国以后 怎么完成后续的手续呢 如果你有因私护照 140的批准 你可以在广州领事馆 完成后续的 移民签证手续 拿着移民签证 登陆美国 就可以拿到绿卡 这个呢 一定程度上 和在中国办 加拿大移民 澳大利亚移民 等等其他国家的 移民差不多 你护照上有这个移民签证 入境 拿到永久拘留 美国的文件 就可以 那然后入境美国以后 有的人说 那我可能还要回到 中国的原单位工作 怎么办理呢 这个也可以 就我们另外也有视频 讲到 如何保持 美国绿卡的问题 最简单的呢 你可以隔几个月 回到美国一回 对有的人来说 这个可能不方便 但是你可以办理 回美证 叫原案 trip permit 两年有效 申请以后呢 你可以两年 不回到美国 仍然保持 绿卡的有效期 两年到了 可以再申请新的 又是两年有效 那再到期怎么办呢 还可以再申请新的 我们已经有客户 在中国工作了五六年 像这样 仍然还保持着 美国的绿卡的有效性 最后呢 如果个别情况下 即使主申请人 放弃了绿卡 长期又在中国工作 他的配偶孩子 此前取得的绿卡 仍然有效 不受影响 所以呢 像我们看到 对于访问学者来说 有很多的机会 那么很多访问学者 应该还是有 多年的科研 专业的经验 有比较强的背景 应当符合 EB1 或者NIW的要求 具体的呢 可以联系我们 取得免费的评估 像我们看到 你拿这签证 在美国 然后有服务期的要求 如果说是公派的 甚至说可能不能豁免 或者原单位不能同意你申请绿卡 这些呢 都不是问题 都有办法解决 那么只要你符合 美国对人才的要求 定义 有可能本人以及家人 都可以相应的拿到绿卡 但是需要注意的呢 是申请人一般来说 需要提前开始 比如不止一次 有的申请人就我们讲到 哎呀 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 我应当两年前 三年前就开始申请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将来 有更多申请人 这样的遗憾 像我们讲到呢 现在申请美国绿卡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 尽管绿卡的名额并没有改变 但是相应的呢 拖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 像过去EB1类别没有排期 现在也有了 那你从里提交申请到达到绿卡 可能要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 相应的申请人需要早做准备早开始 好 那么我们这个讲座讲的是 公派访问学者的J1豁免和绿卡申请问题 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参见我们的其他视频和我们的文章 好 谢谢